好 最近稍想要關注連鎖五天 這國旅大爆發 兩間花蓮在地的包子店 只隔一個轉角 這個聲音好到不得了 沒有排半小時可能是吃不到 警方甚至也必須要加強巡邏 避免車子圍停阻礙的交通 在花蓮知名的麻糬店 消費者更是樂意不解 雙手扶著熱呼呼的蒸籠 香噴噴的包子終於出爐 後面包包子的手沒停過 紮實餡料讓人看了口水直流 年假第三天 花蓮知名包子店門口大排長龍 人潮一路綿延到路口 大朋友以及小朋友通通有 結果拐了個彎人更多 仔細一看原來不是同一列隊伍 這邊足足排滿六間店面 長達二十五到三十公尺 剛排半小時都在這個位置上面嗎 對 你放在這個位置等了四十分鐘 我們要到一個多小時 後面還有更長的是不是 後面是壞者應該比我們更長 花蓮市公正街上 兩間知名包子店 生意不相上下 巷子和騎樓滿滿是人 香麥克包子長鮮 一等半小時起跳 而警方也加強巡邏 取締違規停車 在地知名麻糬店 人潮更是不遑多讓 婆婆媽媽挑選新鮮現做的Q彈麻糬 貨家上的禮盒也有人買來送親友 這人都知道 通常會購買很多的 我們要去買回去 對 難得過一點 今天第三天可能慢慢的 掃完木了 大家可能慢慢要離開花蓮了 所以人潮顯 明顯的是比較賤多的樣子這樣 業者提到 平常消費者較多的時段 會在一大早剛開門 以及晚上東大門夜市營業時 但廉價又帶來全台各地的遊客 尤其假期第三天人更多 美食伴手禮也為花蓮帶來滾滾觀光財 記者王一廷徐立請花蓮報道